今次介紹給大家 亦是 Bourke Mountain 新發展 叫做 Baycrest West HELLO 大家好 我是REMAX 溫哥華專業地產顧問 Pan Ziyang 今天我又來到 Bourke Mountain 你看到身後寫著 Baycrest West Bourke Mountain 已經正在開賣 其實這邊有很多pre-sale townhouse 計算之前我拍過的Forester Ballantree 現在到這裡正在開賣 它的地位是最低的 它在這裡 然後Forester在上面 Ballantree在上面 所以這個地位 雖然不在那麼高的山 但它比較接近買菜的地方 所以比較方便 其實這個發展商 叫做Wood Bridge Homes 已經在溫哥華發展房地產25年 也很有經驗 而且它之前在Burke Mountain 這個Baycrest West旁邊的地位 其實已經叫做Baycrest on the rise 已經興建了 所以待會去showroom 我看其實我們還是站在第一期 但它們所有的finishing 都是大同小異 亦都是用了第一期和第二期 它可以改善的地方 可能在第三期是做得最好的 我們可以看看它的plan 其實它這個complex 是有24個單位 由兩房至到四房 兩房只有一個單位 其他主要就是三房 之後可以三四房 它由1360呎到2100呎 你會見到A1 A1是一個三房加兩個半次的單位 它是Tandem Garage 但這些單位是Double 這個就是Tandem Garage 門口也會在這裡 有一點像現在新興的傳統 就是長D型Tandem 上面就是Main Floor 上面就是三個房間 和兩個洗手間 半次就會去到Main Floor 有一個Powder Room 我現在說完A 就可以讓大家看一下它的C Plan 可以拿一個corner unit 給大家看一下 它都是三房兩個半洗手間 它的尺數就大一點 有1437呎 它就是Double Side By Side Garage 很多人都比較喜歡這個風格 所以它上面的Main Floor 都會是闊落一點 就比較Sectional 有一個Living Area 在Dining Room旁邊 就對著廚房 然後上面 就會有三間房 有一個En Suite的Bathroom 和Walk In Closet 還有兩個Other Bedroom 有一個Full Bath 我們看完C Plan 就可以去看一個大一點的Plan D 它們Show Room 都會有Show 待會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D Plan有2083呎 有四房 加Flex 加三個半洗手間 它這個 就跟另外剛才的兩個單位不同 它的入口就會在主層這裡 就是你拍完車 入到這裡就會是Main Floor 它下面就會有Family Room 和Bedroom 加一個Full Bath 去到最高那層 就是三間房 加一個Flex Room 而Flex Room 其實到時它會有一個Upgrade option 你可以變成Bedroom 我們現在可以去Show Room 給大家看看它的示範單位 歡迎來到這個D的示範單位 讓我帶大家看看 這裡的Floor Plan 是怎樣的 這個是四房 加一個Flex 加三個半洗手間 進來後 右手邊就是上去上面的房間 這邊就是Main Floor Main Floor 有廚房、Living Room 和Dining Area 我們現在帶大家進去看看 剛才也有說過 這一層旁邊就是Garage 你拍完車就會從這裡的家裡進來 你會看到它有一個Side by Side 然後它現在安裝了架子 可以多放一些東西 你這裡通常都在你家裡 然後進來這裡 就會經過一個Powder Room 它的Powder Room 也是現在比較滴色的 就是去廁所 然後洗手 這樣而已 所以進來這裡 這個就是廚房的Area 那個星盤的位置 星高星就會對著飯廳 而它窗口位 就會放在旁邊 多一點陽光 所以它都包了這些Appliances 就會有一個French Door的雪櫃 它上面這裡 都是有些櫃擺東西 然後抽油煙機 有個四頭的Gas 爐 這裡又有一個Build-in了的Microwave 這些都是可以做Storage擺東西的 所以你看到它的Finishing也挺漂亮的 它周圍都有櫃 而是這邊 去到這條星盤 洗碗機就會在這裡 然後旁邊就會有些櫃 有些櫃可以擺東西 它這邊就會有一個Dining Area 就去放了這個六人桌 那麼 這個位置都算是寬敞 不是說很大那些 那就是比起我上次拍Balantree那個 這個就小Size一點 雖然它都有2000尺 但我感覺這邊就是小一點 尤其是它加上這個Display 放了一個電視櫃 就凸了這裡出來 那就會窄了 但是Size來說 我覺得都OK的 這邊就有個露台可以走出去 它也算是長的 這個也算是長的 而我看到它好像那個Upgrade option 它是Gas那裡的Outlet 好像是要Upgrade的 好 那我們現在上去樓上看看 我們先看看 走過去的時候 其實這裡有個樓梯 就是下去Basement 待會介紹完上面 就可以下去給大家看一下 下面的Family Room 以及一間房 其實這裡也有個closet 位給你可以放衣 即是你從Garage 或者正門進來 你都可以掛衣服 現在這些全部都是Display Item 它設計到這樣 好 我們現在上去 好 我們現在上去 我們現在上去最高那層 一天對我站在這裡 就是那個Flex Room 這間是四房間 Flex 它這個Open Area 其實為什麼Flex Room 就是因為它可以用來做小朋友的活動空間 或者其實如果很多人現在Work from home 這個可以做一個office都可以 如果你是想更加private的話 其實它是有個option 可以upgrade 這個Flex Room 變成第五間房間的 然後Flex Room 對面其實就是那個Sharing Bathroom 它的Sharing Bathroom 我待會看到就覺得很闊 因為通常Sharing Bathroom 它沒有那麼闊落 但它這個位置是闊 然後它有一個Single Sync 那個Countertop也算大 你看到這些場子 全部都是它Display Item 你收樓的時候是白色的 我覺得很舒服 這個洗手間 因為它這裡 整個空位 你可以進到它的BathTub 即是舒服一點 如果你有照顧小朋友的時候 多一點位 我覺得這個Size 這個Size 我們可以過去這邊看看 它有什麼 經過這個Hallway 其實就是那個Laundry Area 你看到它闊 和深 比起我之前介紹的 你可以站進來 通常看到我站在這裡 那些衣服就在這個位置 但它這個可以Step In 這裡闊一點 然後它這些位置 這些是Upgrade Option 我覺得都挺漂亮 這些我覺得是實用的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Upgrade這些 好 我們經過斜對面這裡 就是第一間房間 它C0來說也算高 我想有9呎 雖然房間的Size 不是很大 但它有HIGH C0的感覺 也不差 它放了一個BB Single Bag 你看到 加了旁邊的櫃 所以就切合了 完全是給小朋友用的 那你也可以看到 它那個Clocket Size 而這間房間的景 你會看到 都是叫扭對扭 就是它這個設計 叫做不是很近 但是就可以揮手 那我們可以去另外那間房間 看看 它做了給你看 就好像一個男仔房 這些Designer Item 全部都是 它這裡放了一個 Twin Bag 應該是Twin Bag 旁邊有放了一張小的書桌 可以 然後景跟剛才旁邊的房間一樣 所以房間的Size 就OK 一般般 可以這樣說 它就寫完這間房間 可以Fit一個Double 或者大一點的床 現在來到最後一間 Master Bedroom Size OK 它有個King Size Bag Master Bedroom來說是合格的 這邊又對回街景 所以它其實 它有兩個Closet 一會兒給大家看 我們現在show了洗手間 主人房的洗手間 它的設計 就是沒有了洗手間 它只有洗手間 它只有洗手間 然後它有一個Double Sink K Shower 它的Size是Full Size 也算是舒服 它放了一些磚在旁邊 它那兩個Closet 我覺得它是故意的 因為一個大一個小 我想男士就要用這個了 然後女士就可以用完這個 不用欠位 一人一個 我們就介紹完三房間 Flex這一層 我們現在可以到樓下Basement看看 你看一下 到樓下Basement這一層了 經過一個Hallway 說真的我覺得這個Hallway 是有些窄的 你兩個人 Pass by是剛剛好 沒有什麼Extra的空間 它就在這個Hallway 就開了這個位置 做衣櫃 一邊是衣櫃 另一邊就是Hot Water Tank 還有少少Storage 在這個位置 經過完一條Hallway 其實就是那個Family Room 你會看到它這裡 我覺得感覺是OK的 我想像因為它有2000呎 我以為它會再大一點 但是因為它又放了一些櫃 梳化 就是剛剛好 我覺得 然後這裡 就是出去對住那個花園 它就有多道門在這裡 就是意思 其實如果有人在這裡住 它可以在這裡回家 有一個前院可以坐在這裡喝咖啡 那這裡既然有一個separate entrance 這邊很多人流行做一個出租蛋 我不知道這裡可以不可以 但是如果你可能自己 再間奉牆在那裡 是可以租出去 或者給親戚住的 那這裡也有一個睡房 還有一個full bath 那full bath 它也是用一個full side shower 加廁所和一個sink 那就是足夠你用 但是area來說 就沒有上面那些那麼寬敞 而它這個房間 它就沒有那個master bedroom那麼大 但是就都算OK 我覺得如果你兩個人在這裡住 那又有個位子 給你在這裡讀書 那closet這裡 如果不夠用 就可以用剛才外面那個 那我覺得這邊 如果你看回景 因為on sight那個就不是這條街 不過呢 你就可以看看 到時它是會有這些landscaping 還有有個fence 那color scheme呢 就會有兩個的 一個是warm 一個是cool 所以warm就會是淺色一點的系列 而cool就會是深色一點的 那我們現在來到Baycrest West的site 那裡大家可以看到這裡 這裡前排將會是D plant 即是大單位那些 而對面呢 你會看到其實是住宅 很多新的single house 已經建在這裡了 那我們現在看著這邊是向南 所以我們一路上去北 就會是最高那一排就是A單位 那我就去走一走給大家看看 show給大家看 Forester的地址其實是哪裏 那裏 順便大家可以看看這裏的環境 我們走到出來就是Mitchell Mitchell Street 那裏你們可能也看到了 那裏 灰色那裏就是Forester 1 那裏就是Ballantree Forester 然後Baycrest West 那裏對面呢 大家都可能有聽過在Mozak 那個townhouse之前有放在 那裏對面那裏 全部都是single house 全部都是新發展 所以這裏都會很寧靜 那剛才可能show home 大家show給大家看 你會見到D plant的 balcony是看著大街 那其實不是的 那裏只是一個show room 真正它其實只是看著 那裏就比較安靜和舒服 那和大家看完樓盤 亦都去過site那裏看過 那可以告訴大家 它的價錢大約是 差不多90至120萬的 到達有確實的價錢 我就可以再和大家share 那我看完這個樓盤之後 那我可以給一些 我自己的感覺給大家 因為我最近都經常來這裏 那我介紹過Forester Ballantree 然後這個Baycrest West的樓盤 那我就覺得這個樓盤 比起Ballantree那邊 或者Forester 那個感覺是沒有那麼闊落 但是你可以說 一個family就close一些 可以經常在一起 然後它這個四房單位 就是加個flex 這個是其中一個賣點 就是可以多一個空間 雖然房間你感覺是小一些的 但是起碼有多個flex room 又可能有多個area 大家會適合一些 那所以如果你不需要去到說 Ballantree那些那麼大 小家庭在這裏住 都會很開心很舒服的 那價錢來說 因為Ballantree那些大一些 還有它可能地理位置高一些 所以它的價錢是貴一些 那這個樓盤的價錢 是應該more affordable的 那所以如果大家 對這個樓盤有什麼興趣 可以隨時找我 如果喜歡我這個video 就可以like 然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按下小鈴鐺 那你就會看到我將來的影片 那今天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